凤林国小百年庆系列活动为了让许多民众可以了解到凤林国小百年历史 校方在学校礼堂二楼设置一间凤林国小百年风华史展示室 11号上午举行开幕了 校长李国钦表示 校使馆的成立记录了凤林国小百年历史 也让大家知道凤林国小对教育的重视 凤林政可说是校长的故乡孕育出了百位以上的校长 而最具历史的凤林国小就是培育校长摇篮的教育中心 11号上午校方在学校大礼堂举行了校使馆的揭幕活动 李国钦校长表示 具有百年历史的凤林国小在最有意义的日子 希望以校使馆的方式来成立纪念凤林国小的发展历史 那为什么要办一个人的校使馆 那我觉得学校和国有一个空间 把我们的历史冒险放在那里面 他们是在我们在学校各处成立纪念凤林国小 所以我们为了把我们的奖杯找回来 我们去参与 去各个的成参与 过去把我们的校长为了学校争取那么多经费 结果呢 那个比赛的比赛之后 因为没有比方放 也放在参与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把他找回来 我们现有的还可以看我们现在放在二五中的校使馆 再欢迎各位一起来参观我们凤林国小的一个历史 未来那间校使馆放在那里面 我们学校有任务的一个温室之后 希望各位在座手上还有一个卖男人 27号当天会有更多人来看我们的校使馆 而创校百年历史的筹备委员邓明星表示 在李国庆校长的努力之下 将荒废七年之久的大礼堂 奔走各地筹挫经费 才能够将荒废的礼堂重新整建 从他上升以后到处去奔走 把这个废弃的七年 你们七年的学长们都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学校里面 做毕业决定以及恶毒的活动 但是今年你们毕业决定是在你们自己的活动中去办毕业决定 在民国九年创立至今 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凤林国小 孕育出了无数的校长 而这些在教育历史上贡献良多的教育先驱 从校园内设立的孔庙 就能够看见学校对于教育百年数人的重视 今日也在师生的见证之下进行了校使馆的节目 希望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凤林国小 在教育历史上的贡献与教育的重要性 记者林杰凤林郑采访报道